近日 四川师范大学实验外国语学校小学部共募集14万元人民币的捐款 用捐款共采购了3.5万余支医用外科口罩和孩子们的书法绘画作品一起 定向捐给意大利布雷西亚卫生保护局和维勤查森拜托罗医院 4月27日 四川师范大学实验外国语学校小学部校长向志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国外疫情爆发后 意大利是欧洲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校方和家长商议后决定捐助意大利 意大利这个国家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支持帮助也是非常大的 对我们中国也非常的友好 特别是帮助我们国家建立了很多的急救中心 以及在文川地震的时候来支持帮助我们的家乡战胜这个困难 所以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的师生家长就特别愿意也能够帮助他们 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传统就叫低水之恩涌泉相报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感恩这样子的国家人民 我们要去帮助他们 据悉 随口罩一起发往意大利的 还有该校学生的书法和绘画作品 一年级八半的黎维希小朋友画了国宝大熊猫和意大利的比萨鞋塔 并用意大利语写下加油 为意大利人民打气 我想跟意大利那边的小朋友说 我们跟你们一起加油 我跟你们一起同在 江志斌校长告诉记者 早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初 学校曾与家校联盟代表商量向武汉捐赠防护物品 但当时口罩等防护物资非常难买 只能遗憾放弃 得知意大利疫情严重 3月24号 学校便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封 援助意大利倡议书 号召师生援助意大利 没想到短短两天时间里 师生们一共捐助了14万余元 一些同学还捐赠了自己创作的绘画 书法等作品 为意大利人民加油打气 我们也透过这个数据看到了我们师生家长的这种爱心 这种胸怀 然后紧接着我们就用了将近两周的时间 去迅速成立采购组 就是我们的家长们成立了采购组 外联组和物流组 他们就开展工作 大约两周的时间克服了重重的困难 然后4月13号的时候口罩就送达了学校 然后4月15号的时候就送往机场运往意大利 四川师范大学实验外国语学校小学部家校联盟主席 实验评向记者表示 学校每年都会和家长共同做一些 一捐一卖等供应活动 孩子们都已经养成了习惯 所以当得知意大利疫情后 孩子们也会知道献出自己的爱心 因为前期我们在1月份2月份 我们自己也经历了这么严重的疫情 我们身在其中也特别能够体会到 这种疫情给我们生活 给我们的工作学习带来的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所以当意大利成为全球最严重地区的时候 那孩子们他们也会知道 其实我们能出一份小小礼 小小小的一个爱心 然后小小的一个捐赠 然后就可以帮助到那个地方很多的人 据悉 意大利维勤查 Sanbatolo医院已收到该批口罩物资 25 X 7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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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